再谈法身 报身 化身 接下去师父利用剩下的几分钟 把法身 报身 化身跟大家讲一下 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佛学知识 你们要好好学 法身是什么意思呢 法身就是万法为身 就是宇宙本身的佛性化 也就是说 这个宇宙空间充满着佛性 我们说 你正得法身 你就是和宇宙圆满的合二为一了 这个宇宙空间当中充满着佛性和法性 实际上 就是你和佛已经合在一起了 你的身上拥有了佛的正能量 你就是法身 法身可以有很多解释 但是很少有人像师父这样 讲得这么透彻 不一样的经典 那些高僧大德一听就明白了 第二个是报身 报身是什么 就是学佛的方法 修行圆满 你就会有报应 你们不要以为 报应是贬义词 其实它是一个中性词 学佛人 修行圆满 你就会有一个果出来 修行的果正 就是正果了 而成就的身体 就叫报身 你今天 学佛圆满了 修成了 你最后的报应 和果就出来了 那就是我们说的报身 所以阿弥陀佛又称为报身佛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再读硕士学位 等你读完了硕士课程 通过了答辩 你就拥有master学位 你今天修读博士学位 等你写完论文 通过了答辩 你就拥有doctor学位 对于学佛人来说 你正得了果位 就像学生 拿到了学位一样 第三个就是化身 化身跟硬身 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佛的因缘 在成熟的时候 变化降生到人间 为众生说法 而出现的身体 这个就是化身 观世音菩萨 有32化身 硬身是什么 实际上 就是你已经修成了 你已经有一个硬身 你的佛身 已经出来了 举个例子 学生都很害怕老师 在老师来上课之前 很多小朋友 都在讲话 在蹦啊 跳啊 突然之间 一个小朋友 跑进教室里说 老师来了 实际上 老师没来 大家马上 全部做好了 为什么 老师来了吗 没来 老师是什么 硬身 化身 一听到这声音 一听到这声音 老师来了 大家全部安静地坐下来了 这就是说 大家的心里 已经有一个感应 我们很尊敬的老师来了 我们要好好地坐下来 硬身 就是硬随缘辩 硬是什么 佛度众生 看众生 以什么身得度 佛就献 佛就献什么身 度众生 讲到底 化身和硬身的特点 是什么呢 就是与教化的众生 为同类 今天 是佛陀的硬身也好 是观世音菩萨的硬身也好 化身也好 比方说 佛陀出生在尼泊尔 他显化出来的硬身 和我们人一样高 寿命也跟人差不多 这就是 佛陀的硬身和化身 师父讲得有点深了 怕你们不理解 讲得太浅的话 又觉时间拖得太久 师父希望你们 平时尽量抽时间 多学一点 师父还会慢慢地 跟大家讲 无明烦恼 灭度寂静 生老病死 轮回之苦 以及 因缘生 因缘灭等问题 实际上 佛陀在这些问题上 早就给了我们 很多的开示 佛陀有一句话说 你如能 分辨出正道 邪道 和善恶道 你就懂得正道 你也一定懂得 什么叫邪道 如果你今天 不懂得邪道 你就不知道 什么叫正道 就是说 你如果是一个好人 你一定知道 什么叫坏事 坏事 你不能做 你才是 一个好人 这就是 菩萨告诉我们的 所以学白化佛法 要坚持 要求得真谛 明人间势力 小红尘 恶业 小红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